《地藏七》 常见问答 第千例 修学一问 第一部分 具体事项 修行方法 做功课 实修实证方面 问 看师修心得我很受启发 我想 拜畅不转心 多拜无用 我不管 先拜够一百万再说 诵经不专注 功德作用甚微 我也不管 先读够三千步再说 念佛妄想连连 我还是不管 坚持每天集中念下去再说 总之 先坚持三年再说 请问我这样执着修行 如法吗? 答 当刚开始学佛修行 在三五年内 就应该这样执着于功课 克服自己的习气 就像纯金要千锤百炼 美玉必须将外面的粗糙的实质凿掉 这是个去粗取经 改变气质的过程 问 今早我本来定的是三点的闹钟 闹钟响后我没起来 一直拖到五点多才起来 起来拜颤时我忽然明白 之前我一直在时间上反复折腾 其实是自己不听话造成的后果 在我的内心一直想一步到位 把时间提早到三点起 却忽略了我没有这个基础 对于一个一向七点多起的人来说 一下子三点起不太现实 而我为了能够三点起 不停地给自己施加压力 而且总想把二十个颤 在早晨一下子全都拜完 结果导致内心不知不觉地 产生了逆反心理 虽然今天我五点起 但拜颤时心里却没有那么多压力 轻松很多 这使我明白 凡事不要给自己定得太高 无论是时间还是功课量 都要循序渐进地来 这样走得才踏实才稳定 延伸到修行中也是一样 自己的毛病习气 也要从点点滴滴开始改正 不要想着一下就变成一个圣人 那是不可能的 对于早起这个问题 只要我每天能够早起做功课 无论几点起 只要我努力去做了 一点一点去克服这个惰性 相信总有一天 我也可以和精进的师兄一样 能够两点钟起来做功课 我以后不再为自己定框框了 我会以一个平和精进的心态 去面对每天的功课和生活 我想这就够了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打 佛将八万四千法门都给我们讲过了 大藏经也有 大家印的各种经书 善书很多 是不是佛就可以不管了 大家自然就会自觉的去看这些书 然后就成就了呢 不是 远远不够 我们需要老师指导 自己反复实践 将佛的道理深入地和自己结合 将自己的业力身变成佛的清净光明身 这才是修行的关键 这个过程很长 会有反复 我们往往以为我们明白了 其实我们都有局限 都有误区 都在用自己的知见 去理解佛法 这样修行是没有用的 大家依然在自己的框框里 参会一些佛的概念 一起搅拌 这样下去 误人误己 前路漫漫 看不到希望 所以 普贤菩萨教给我们要 忏悔业障 就是走出这个误区的最好办法 认识自己的错误 确立正确的观念 勇敢地去面对改正 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 将自己的知见逐渐放下 业障消除 身心清静 内在的光明显露 我们就会逐渐懂得佛理了 一直这样走下去 自然就回家了 问 都说六部曲好好修 修一辈子就修成了 可我总觉得 日子好像到头了 请问 既然佛给了我这个法 那他给不给我一辈子的时间 去修呢 答 我们的一辈子 是我们自己造就出来的 不是佛给的 过去我们造了什么因 现在就承受什么果 包括我们的生命时间 现在努力修行 可以改变我们的身心 同样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时间 得到延长 问 当度 自度 是什么意思 打 成佛 是自己的事情 是自己修行成就的 我们遇到了佛法 明白了道理 就要立即行动起来 勇敢面对 积极修行 直到成就 问 我对一门深入中的一门 理解不够透彻 听人说 一门深入 好比修净土 凡是属于净土的法门都可以学 但我认为净土有好多法门 应该选择一种来专修 打 一门深入的目的 是直接到达目的地 中途不再绕弯路 不再走其他的路 到了目的地后 到了山顶后 回头来看 其他的路 一目了然 即使没有走 也清楚了 不会迷惑了 一门深入 不是谁可以规定的 谁也没有权利规定 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要有效 要真正能够达到目的地 到达山顶 这个方法 就是 一门深入 问 释迦牟尼佛苦修六年 历尽磨难 仍然一无所获 六年后放弃苦行 随后在菩提树下悟道 那 这是否说明 释迦牟尼反对苦修 打 离苦 离乐 行于中道 不偏不直 方为解脱 不经历苦修 不足以对质享乐 经历苦修 方能消除业障 坚定道心 从佛祖到历代祖师 都是苦修得道 苦修是过程 不是目的 问 从去年开始 一直业障线前 腰痛 无法败颤 没法打地脏期 就打了两个月的佛期 后来 不仅腰痛没好 心脏病又显示出来了 非常痛苦 因为无法诵经 或念颤悔文 人很狂躁癫狂 我现在发愿求往生 一句佛号念到底 偶尔也拜佛 但只拜阿弥陀佛 答 一句佛号也很好 关键是 每天大量念佛 要射六根 敬念相继 平时生活工作 要遵守五戒十善 遵守因果原则 不能一边嘴里念佛 一边违背五戒十善 贪嗔痴不断 这样不是念佛 是身心分离 搞两张皮 问 有法师说 念佛的秘诀 是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只念一句佛号 就能消八十亿节生死之罪 只专念一句佛号就行 那我们又念地藏经 又拜颤 又念佛 是不是夹杂呢 打 那你能够做到 一句佛号念到底 心中没有妄念吗 问 发大愿是好事 可为什么越发越出问题呢 若不执着功课随遇而安 那么我等世人 原本退心就中 如此一来 岂不是要退回到 未修行时的混恶之中 打 我们修行要脚踏实地 从点点滴滴做起 从改变自己内在做起 断恶行善 自尽其意 明白了自己的现状 制定切实的目标 在今生可以实现 这样为妥当 我们建议大家 以西方极乐世界为目标 为此努力 问 虽然地藏经 说业力甚大 恶报甚苦 但我认为 只要一心归一地藏菩萨 发心忏悔 并依教多做功德之事 必能转其定业 打 每个人的业力不同 每个人的修学方法也不同 每个人的因果不同 所以表现出来的故事 也不同 一切为心 心造万物 心生一切 都要依靠心 去解决 佛 是心的全体表现 依靠佛力 我们就能回归本心 成就佛果 转心念 五戒十善方面 问 只要拜颤一舒服 我就很开心 可是 然后就开始造业 譬如乱发脾气 看领导不顺眼 说是非 贪吃等等 怎么会这样呢 我接触地藏期很久了 可拜颤量 仍然提不上去 我很着急 打 修行不光是做功课 更重要的是明了因果 遵守五戒十善 自己要落实五戒十善 否则 一边修行 一边造业 毫无用处 问 日常生活中 如何运用佛法转心 比如说 喝水怎么喝 刷牙怎么刷 洗脸怎么洗 吃饭怎么吃 怎么出门 怎么坐车 怎么睡觉 怎么穿衣服 以及对待事物的态度等等 我每天早上上班前 都提醒自己 要按佛的教会做 都为别人着想 可是一遇到事儿 就忘了 事后又很后悔 打 看看华颜经 净行品 文书菩萨 都教给我们了 问 我修学三年 但功夫不得力 最近业障现前 难以受持戒律 请问 如何持戒 打 战查 善恶夜报经理 讲得很清楚 善男子 若未来是 朱众生等 欲求度脱 生老病死 使学发心 修习禅定 无相智慧者 应当 先观素世 所作恶业多少 即以轻重 若恶业多后者 不得及学禅定智慧 应当 先修忏悔之法 所以这何 此人 素习恶心 猛力故 于今现在 必多造恶 毁犯重境 以犯重境 故 若不忏悔 令其清静 而修禅定 智慧者 则多有障碍 不能刻祸 或 失心错乱 或 外邪 所脑 或 纳受邪法 增长 恶贱 建议你 先从忏悔 业障 开始 起修 每天 拜 打气以来 受益很大 各方面变化很快 但依旧迷茫 总觉得自己虚伪 大家也虚伪 心烦的时候 看什么都不顺眼 也知道应该扩大心量 但还是不能够把佛法融入生活 过去生活的印记太深了 功课也不稳定 我该怎样转变呢 打 我们 无明的时间 太久了 习惯了 找不到光明 找不到出口 所以 我们必须要做功课 努力坚持做功课 依靠佛的力量 佛的光明 带领我们逐渐的 走出迷雾 走出黑暗 走向光明 问 最近 我一直在听法师讲解地藏经 觉得很受益 但是 事情发生时 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什么是中庸之道 在日常生活中 怎样才能做到恰到好处呢 我也很想好好改过 断恶修缮 可我分不清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还是很多都不明白 打 佛法和生活结合 是不容易的事情 需要长期修行 逐渐摸索 逐渐感悟 提倡 一方面坚持修行功课 依靠佛力 逐渐消除业障 身心清静 提高自己的能力 一方面 遵守五戒十善 在生活中 规范自己的身口意 逐渐熄灭 贪嗔痴 勤修 戒定慧 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 自己摸索 问 为什么 我老婆按照六部曲修行 一点改变都没有 还是跟以前一样 动不动就发脾气 看到我妈和我妹就生气 她这一点啊 令我很无法接受 成天拜颤就是运动 心一点改变都没有 宋经也不知道 给谁听走了 反正 没往她自个儿心里去 打 这个问题 其实是我们长期面临的问题 打气 只是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把佛法的因果 和五戒十善 介绍给大家 大家往往打过一次气 或者几次气 对佛法有所了解 但是和自己的结合度 还离得很远 现在的学佛人啊 往往还是生活在自己的磁场里边 生活在自己的身口意习惯里边 虽然学佛了 虽然做功课了 虽然也懂得一些佛法的名词了 但是和原来没什么区别 这样是不行的 但是呢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刚刚开始学佛 能做功课就不错了 如果他不学佛 那么还是和以前一样 依然发脾气 学了佛了 我们至少开始了解佛法了 那么再进一步呢 逐渐地加强学习 深入佛法 慢慢在实践中间 贯穿佛法 逐渐 我们就要克制自己 遵守五戒十善 使身口意逐渐地符合佛法 这样就改变了 每个人的理解程度是不同的 每个人改变的过程快慢程度也不同 所以啊 我们要给同修留一点时间 我们现在提倡大家 每天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实践 都是要长期的全方位的改变自己 改造自己 现在我们刚刚学了一个方法 懂了一点佛法的皮毛 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修下去 同时也建议大家 继续学佛 继续学习 在地藏七网站 有修行次第 有推荐学习书目 有很多内容 继续学下去 修下去 那么提高了自己的程度 学到了佛法的内容 观念后 再到实践中 一点一点地克服自己的不足 改变自己的毛病 逐渐地走上界定会之路 这的确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问 一 转心是一下子全转 以后也不会退转的吗 二 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转心了 三 按六部曲修行到一定时间 如果还转不了心 那是不是就没资格修六部曲了 答 一 转心不是一下子的事情 也不是转一次就够了 是长期修行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一念一念 一言一言 一行一行 慢慢来的 长期积累 逐渐转变的过程 二 五戒时善 就是标准 不为自己 为他人着想 就是标准 三 修行六部曲的过程 就是消除业障 身心清静 逐渐转恶为善的过程 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 慢慢会清静 慢慢会转过来的 问 关于转心和放下 没有量的积累 心能转吗 能放下吗 是不是应该在大量做功课的基础上 慢慢的转心 打 是的 转心放下 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做到的 我们平时呢 也经常会说 转心放下 这些佛教名词 但是遇到事情啊 还是烦恼 困惑 不知所措 真正要做到转心放下 必须常随佛学 依教奉行 常识熏修 这要落实到每天的功课上 佛力加持 消除业障 身心清静 落实在每天的学习上 用佛教经典和祖师开示 不断影响自己 转变自己 落实在行善实践上 将我们学习到的佛教知识 逐渐融会贯通到日常生活工作中 其中 每天坚持功课 是最重要的 佛圆满的智慧福德是最大的动力 会带领我们一直向前 不会走偏 不会绕远 直达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方面要万善其资 作为助力 形成合力 以最大的力量 最快的速度 确保前进方向 确保成功到达目的地 修行啊 是像内修 是修心 是熄灭自己的贪嗔痴 不要向外 用佛教的名义 所谓的弘法 祸害他人 提倡大家 以六部曲为功课 一直不变 直到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佛教经典和祖师开示的学习 作为辅助 循序渐进 由基础开始 逐渐提高 将自修 自学 自证 相辅相成 不断提高 由量变到质变 有一天 我们自自然然 就会转心 就会放下 逐渐达到佛菩萨的境界 问 为什么有时 心很难控制 本身很多 看不惯烦恼的事情 觉得 就是一个心在做怪 但就是不能让这个心 转变过来 转变到很乐观 一切都不在乎 那是为什么呀 是业障深吗 答 一方面是业障深 使冤情债主的烦恼心 报复心 在起着作用 另一方面 使自己累生累世 流浪生死 各种习气很重 贪嗔痴的业力 在起着作用 转变自己是很难的 转变业力 也是很难的 这要靠 恒心 毅力 要有很强的 出离心 从五戒 十善做起 规范自己的 身口意 坚持 拜颤 诵经 念佛 依靠 佛力 加持 消除 业力 身心 清静 慢慢 转变 问 关于 在坚持 功课的基础上 转变习性 这个问题 我深感重要 前段时间 我帮人 临终 助念 尽管 那位阿姨 临终前 求生西方的意愿 很强烈 也能跟着念 阿弥陀佛 但因为她信佛太晚 临终才信有西方 一生习性很重 一点东西都舍不得丢 执着物质 执着身体 这个执着 障碍了她 尽管佛光 把她照得面色红润 但最终没有往生 节约是一种美德 可如果过分了 就是贪着 也是负担 物质 为我们所用 应该合理利用 用过极空 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答 是的 平时在做功课的同时 要逐渐明白 佛法道理 将一切执着 逐渐放下来 将贪恋 看淡了 养成这样的习惯 慢慢的我们就看开了 这样就不会烦恼 到临终时就容易解脱了 愿意念佛 往生了 问 接触六部曲 一年多了 至今尚未参加打七 平时连三经三颤都保证不了 过年了 本应该在家好好陪伴父母 多做家务 可是我做得并不好 昨天晚上 妈妈在客厅看电视 不停地叫我去看电视 而我 却在房间里送经做功课 晚上跟父母出去吃饭 我妈吃肉喝酒 我感觉很苦闷 啊 为什么我学佛的阻力这么大 我现在是 父母 亲戚 朋友 同事 谁的话都不听 就想着偷偷做功课 不过心里矛盾很多 每天都胡思乱想 不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办才好 打 这样是不对的 你妈妈让你去看电视 你应该欢喜去看 心中念佛就好 出去吃饭 你妈妈如何吃 你不应该付费 应该尊重 因为他们不懂因果 你自己心中念佛就好 应该随顺生活 欢喜度日 安心修行 不要将佛法和生活 对立起来 问 如何自我评价修学提升的程度 答 贪嗔吃减少 心地逐渐清净 文思修 理论学习方面 问 接触六部曲以来 我谨记长红师兄告诫 老实 听话 真诞 可是当同修 反问 败颤时 随文入关了没有 大致理解 忏悔文的意思没有 我无言以答 我确实 所知甚少 但我现在真的 不想把时间 花在听经文法上 空余时间 只想败颤 诵经 念佛 打 实修为主 空闲时间 可以看看 学习学习 在地藏七网站的 学习资源里 有一个 推荐学习书目 这是地藏七 修行方法的 理论依据 和理论指导 从基础到高级 再加上修行实践 包含了佛法 修行次第 指明了修行的路径 可以在功课之余 每天抽一点时间 按照这个书目 依次学习 明了修行方法 是修行有依靠 实践有指导 不跑偏 不走样 不迷惑 始终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沿着六部曲走下去 从因果 五戒十善 上升到菩提心 中至 西方净土 问 一 关于按照推荐学习书目的内容 顺序学习 是否需要有一定的修行时间 及功课量作为基础 比如 是不是坚持功课两三年后 才能慢慢地着手 书目当中的高级部分的学习 二 文思修里面的思 是什么意思 是思考吗 这三样是同时进行 还是按顺序进行 打 一 一般是这样的 我们在打七 三年后 开始学习 发菩提心的 前面呢 更多的是提倡大家 明了因果 遵守五戒十善 多做功课 打好基础 二 学习佛法 要在实践中运用 逐渐掌握佛法 理解佛法的真实意义 问 什么是精神修养 和道德修养一个意思吗 怎样才能在佛法中 达到精神修养的目的 是每天做功课吗 打 是的 精神修养 是道德修养 佛法中的精神修养 首先是做功课 拜颤 诵经 念佛 依靠佛力 净化自己 熏陶自己 逐渐断恶行善 身心清静 其次 就是明了因果 遵守五戒十善 依教奉行 熄灭贪嗔痴 勤修戒定慧 问 一 开悟是否代表 已经证得 阿罗汉果位 二 怎样才算 深入精脏 学习佛法 打 一 开悟 并不等于正果 还需要 长期修行 消除习气 逐渐证得 就像我们 远远的 看到山了 但是呢 离山还很远 二 依教奉行 常随佛学 常识精进 目标明确 方法得当 持之以恒 问 我功课 我功课量不高 每天读精最多三步 一般一步 拜颤也少 拜一个 或者不拜 我似乎更喜欢读精与思考 感觉智慧 健开 心健柔软 习气减少 请问 读精与思考 是否也算善行 是否也算修行 打 思考 是修行 属于思维修的范围 很好 要多用心 将身 口 意 万事万物 都归于佛法 这是修行 拜颤 诵经 念佛 是依靠佛力 消除业障 身心清静 福德增长 智慧开启 是大力量 自立不可比 所以呢 一定要做功课 一定要不离佛 依靠佛 可以突飞猛进 依靠佛 可以超越时空 依靠佛 可以迅速走上 界定会的道路 依靠佛 自己可以迅速成就 所以 要逐渐 多做功课 问 一 有法师说 应以初世的心入世 倡导入世佛法 但也有高僧讲 何必追究梦里的真假 我该如何做 二 白衣说法 与共同探讨的区别和界限是什么 三 有目的的拜佛行善 目的达不到会生嗔恨 该怎么解决 四 学佛是为了求解脱 不以贪图神通为目的 可是神通分明存在 而且与修行半生 况且 佛经上也讲 有五眼六通 我该如何看待 打 修行吧 天天在看别人的东西 自己在空想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 有什么用呢 做义工 菩提 实践方面 问 每个义工来到场服务 都会带着自己的习气与个性 都会看这里不喜欢 那里不如意 都会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事情 并强加给别人 于是纠结 矛盾 不舒服 我们是修行人 修行人应该怎么做呢 要去改正 反观自己 修正自己的身口意 于是我们之间相互磨合 指出习气毛病并改正 虽然痛苦 但是当所有都经历过磨合过 我们不再纠结 得身心自在 我们在道场里做了很多事情 非常辛苦 可是修行不讲功德 讲什么 讲身口意 真正修行在于身口意 生活中每个点滴都是修行 生活就是一个大道场 我很想对同修们说 多去道场吧 给自己一个认识自己 磨练自己的机会 虽然很痛苦 但唯有这样 才叫真修行 打 作义工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个河道 大家就是里面的鹅卵石 里面的程序设置就是发大水 大水流过了 鹅卵石在里面互相碰撞摩擦 去掉棱角 逐渐光滑 大家在做义工中学会这个方法 回到道场 家庭 工作环境中 都能够自己运用 自己观察到自己的问题 观察到别人的不足 不足够运用 反过来 再提醒自己 改进 自己不断地从佛菩萨那里 找到依据和鼓舞的力量 尝随佛学 这样就能够在生活这个大熔炉里 继续改造自己 和众生和睦相处 逐渐提高自己 真正断恶行善 自尽其意 问 在道场洗碗时 遭到其他同修批评 他叫我珍惜道场的水 不要像在家里一样洗碗 他反复说了我几次 我能感到他的不满 可是我想 也不能因为节约 就不把碗洗干净啊 如果用水多 水费我可以出 但是一定要洗干净 这件事情让我耿耿于怀 打 我们修行是在实践佛法 消磨个性的过程 做义工的经历 其实也是这样的 用洗碗去磨平 我们每个人的棱角 一直到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为止 继续前进 不必计较过去的事情 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 坚持消磨个性 问 怎样才能做一名合格的义工 我是做企业管理的 我觉得做义工 比做企业管理难多了 打 是的 企业管理是世间法 义工是佛法 企业管理目的是效益最大化 义工是如何发心 服务别人 自己心量扩大 企业管理是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上的 义工是无私的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不能出六道 义工的目的呢 是出离六道 庄严国土 普度众生 自己成就 问 有师兄对打妻同修说 打妻而不去做义工 这种人承受不了福报 请问这种说法对吗 打 做义工一定要自愿 在家庭工作条件 容许的情况下 自愿来做 不能勉强 这是以佛法的名义 胁迫别人来做义工 只能让人反感 远离佛法 不能使人感受到佛法的好处 这种人做弘法的事情 只能使佛法越来越衰败 请大家记住 地藏妻从来都是自愿的 打妻是自愿的 义工是自愿的 绝不做任何非自愿的事情 问 国庆做义工 我被分配在厨房 中午 学员先吃饭 义工后吃饭 在等的期间 我看见佛堂义工正在忙 就去帮忙刷地板 希望他们也可以早点吃饭 本来很开心 这时 听到做佛堂的义工 对一个做厨房的义工说 又没人叫你们过来帮忙 平时也不见你们来帮忙 语气上就是我们抢他们的活干了 他很不高兴 当时我想不要令别人生烦恼 赶快刷完放下 但是在以后几天 看到他们还是最后吃饭 就想 还是自己错 度量不够大 总想不通 是去帮忙 还是不去帮忙 在做义工时 我发觉 拜缠三十个以上的义工 看不起我们这些小义工 估计这又是自己心的问题 但我还是搞不懂 怎样把自己的心调节一下 我感觉挺烦恼的 原来做义工也有烦恼 好像在家里待着 好好做功课就好了 打 你错了 做义工就是一种实践 我们学佛做功课 要实践 在做义工也是一种实践佛法 在做义工中间 我们在佛法的殿堂里面 自己的毛病 别人的毛病 就好像在光亮的地板上 落下的灰尘 非常容易看清楚 非常容易发现 发现了以后 就应该改正 有的时候啊 这些问题 我们自己的确还发现不了 有些问题 明知故犯 所以 我们对义工在大同道场 进行培训 进一步的发现自己的不足 进行忏悔 进一步的学习 行善的意义 慢慢形成团队 互相帮助 互相进行批评 自我批评 逐渐的提高 不断的克服自己的问题 那么现在 有些道场 义工不足 把自我的贪嗔痴 表现出来 说实在话 这也是正常的 所以各个道场的义工啊 应该形成团队 互相帮助 消磨自己的个性 克制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毒素 散发出来 别把其他的义工 熏臭了 而且 大家对于败颤数量 不要执着 败颤多也不要骄傲 败颤少也不要烦恼 只要坚持 都能改正 我们败颤 做功课 学习的目的 都是为了改造自己 改变自己 如果 我们做了功课了 做了义工了 不能够在实践中 进一步的改造自己 那么 修行的效果 就不好 就差 所以 真正的修行 就是改正我们错误的 深口意 让其他人欢喜 入室修 融会贯通方面 问 因为机缘问题 我一直无法去道场打气 就自己在家里 按照六部曲修行 但我总觉得 自己修得不如法 不系统 也不够正确 我该怎样才能建立起 自己在家修行的信心 怎么才能和去道场的同修们 有一样的效果 打 坚持功课 坚持 坚持 学习 坚持 行善 实践就好 除了每天 拜颤 诵经 念佛 还有在 事情上 修行 佛法 不离 世间法 但佛法和世间法 结合到什么程度呢 不结合 会脱离世间 过度了 会偏离 佛的方向 怎么判断 是否过度呢 佛法和世间法的结合 怎么结合呢 就在事儿上结合 很简单 我们每天都会起床 吃早饭 工作 吃饭 又工作 回家吃饭 处理家庭的事情 最后睡觉 一天中 我们都会碰到无数的事 当这个事情来临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还是延续了世间法 延续了过去的贪嗔痴慢疑 那是搞六道轮回 和佛法无关 这个时候 就要把我们平时学到的佛法 学到的佛理 尤其是地藏经 忏悔文上的佛理 运用到这个事情上去 指导这件事情 指导我们的思考 行为 语言 在这件事情上 都能符合五戒 十善 符合因果 这样做 就是把佛法和世间法 紧密结合了 而且是把佛法 运用到世间法 否则我们做事的时候 做事 随顺自己 佛法 不是等到我们诵经的时候 跟人聊佛法的时候 那个时候 才是佛法 这样就成了两张皮了 佛法和世间法 用不到 交叉不了 解决不了问题 这样的学佛人 没有效果 学了半天 都是在门外打转转 进不去 找不到窍门在哪里 不知道佛法和世间法 结合方法 结合点在哪里 都错了 所以就修行不成功 大家一定要明了 我们修行了佛法了 平时一定要多拜颤 诵经 念佛 用佛力加持 慢慢明白道理以后呢 就要在事情上 把佛法用起来 佛法不用 那不叫修行 那只是了解了一些 佛教理论知识而已 那不叫修行 修行 就是修正我们的行为 语言 思维 怎么修正呢 就是在事上 按照佛的基本原理 去对照 去落实 去改正 这就是修行 这是个窍门 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原理 不懂得这个原理 恐怕修行没用 好像佛法跟自己有距离 不会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了 在事上 去用佛法 问 一 我从去年到现在 已经换了九份工作 找工作很容易 面试也很顺利 但工作之后压力特别大 很焦虑 工资也低 每份工作 做一个月左右 就不想再做了 就想换 现在这份工作压力更大 我每天都不想去上班 请问 为什么我就干不下去呢 二 因为不停换工作 所以生活费都是家里给的 我特别能花钱 从来不想生活费怎么办 房费怎么办 没钱就向父母要 就向别人借 上周去河北放生 车费加上放生费 花光了钱包里所有的钱 昨天打电话向妈妈要钱 妈妈告诉我 花钱不要这样 要省着点 不能自己在外面上着班 还跃跃向家里要钱 家里也不容易呀 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很愚痴 以为拿出钱包里所有的钱 就是真诚 我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二十六岁了 没有一天不花家里的钱 累着父母 花父母的钱 为自己做功德 我如此不孝 我对不起他们呀 也对不起佛菩萨 和老师的教诲 答 一 工作是否顺利 压力是否大 报酬是否多 这是自己福报的问题 是自己过去世积累的善根福德多少的问题 是自己过去世是否遵守五戒实善 是否不失为别人着想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过去的结果 应该安心承受 然后努力工作 努力行善 遵守五戒实善 去改变命运 逃避不是办法 请看看了凡四讯 于静义公寓造神记和打七日记 积极面对 二 自己养活自己 积攒一些钱 供养父母 不让父母操心 这就是最大的供养 最大的放生 最大的修行 是对佛最大的回报了 不要再去参加所谓的放生了 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到处去闲逛 打着佛的旗号 去赶贪嗔吃的急事 这是极大的犯罪 是最大的愚痴 立即停止吧 每天 把心 守住了 安心工作 回家修行 不要乱跑 不要打着佛的旗号乱花钱 安心在家里 每天修行 每天拜颤六个 诵地藏经三遍 念佛一万声 如果还有时间乱跑 就再加量 拜颤 增加到十个 问 一 地藏期的修行比较强调 有空就要在家里多做功课 安静下来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参加其他的活动 觉得没意思 而且我越来越不喜欢接触其他人 但是功课做不下去的时候 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功课又做不了 又不想接触外界 自暴自弃 请问 这种情况怎么调节 二 我现在很少参加娱乐活动 但有时候 朋友家人叫 我还是会去 因为 我不想让他们感觉我很奇怪 不过 不过我心里其实不太喜欢这些活动 请问 这是不是我的偏见 我这种想法 是不是与 和光同尘 有所违背 我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态 才是正确的 三 是不是在任何环境 与任何人相处 在不犯戒的条件下 都要融入当时的气氛 还是 保持自己的想法 尽量不说话 不参与 比如在KTV 是跟大家打成一片 还是自己躲在一边待着算了 打 一 应该多学习 可以按照地藏七网站上学习资源里的推荐学习书目和共修学习内容 加强学习 和佛菩萨做师友 在精神上丰富起来 二 是的 我们啊 每天有一定时间修行 但是呢 还是要在生活工作当中实践佛法 理解佛法 融会贯通 三 轻松生活 随缘度日 不要让佛法成为负担 问 近来灾难多 我生出迫切的出离心 我经营的公司效益不错 但也占用我不少时间 我想慢慢把工作交给下属 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修行 我认为修行应该放在第一位 其他次之 能维持就行 这种想法对吗 只要是修行 我不吃不喝都精神百倍 可工作应酷 可工作应酬对我来说 却像是负担 我也知道佛法离不开世间法 可是近来只要一去公司 回来就没精神 像病了一样 打 这样想法 不对 要边工作边修行 工作修行不矛盾 不要放下工作去修行 也不要放下修行去工作 应该将修行的理念 融入到工作生活中 磨练自己的心性 提高自己 问 打七期间 我深刻地发露忏悔 暗下决心 要做个善女人 改掉以自我为中心 和贪心的毛病 结果 刚回到家 我就接到一个电话 声音很像我的一个熟人 他找我借两万块钱 如果是以前 我肯定不会借给他 可是通过这次打七 我觉得自己不应该 像以前那样冷漠 于是 我就向别人借了两万块钱 汇给他 事后发现 自己被骗了 就报了案 可是我很想不通 我的起心动念 明明是善的 是想帮这个熟人 为什么还会被骗 为什么我刚打完七 就遇到骗子 是打七招来的 强大的冤亲债主吗 以后遇到向我求助的人 我该如何面对处理呢 善心一发 是不是又会被那些坏人利用呢 我该如何放下这个突如其来的损失 打 学佛 佛法的智慧行善 我们是想 观音菩萨行善救人 会搞错了吗 地藏菩萨救人 会救错了吗 普贤菩萨 在普贤恒愿 品里讲 普贤 菩萨 以甚深 谱行 恒愿力 对于十方世界 一切众生 举心动念 息之 息见 然后 根据实际情况 在一切众生 那里 用各种方法 普劝 行善 修行 我们修行的路 还很长 将佛法的理念 落实到我们的身心 我们真正明了因果 明了五界十善 用佛法的观点 去指导我们的实际生活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要着急 要坚持功课 遇到事情 要仔细思考 用佛法 去看穿 看透 事情的实相 然后找到真解 用佛法解决 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运用之妙 在于一心 信心缺失 问 我送地藏经两年多了 时常感觉身体不舒服 好一阵 坏一阵 我知道自己业障深重 旧的冤情债主走了 新的又来了 可是我累生累世 造那么多恶业 冤情债主 无量无边 可能这辈子都超拔不完 那我岂不是 要一直处于身体 好几天 坏几天的恶性循环当中吗 没完没了 不知什么时候 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打 我们没有修行的年头 是很长的 修行的年头并不长 修行的力量 还不足以克服过去积累的业障 所以呢 会有反复 还是安心修行为好 将来关键时刻 修行的力量会起作用的 问 我从前年开始 按照六部曲方法 断断续续的做功课 去年打七后 逐渐坚持功课 目前诵经八百多部 拜颤七百多个 我修行以来 几乎没有任何感应 比如特别的梦境 看到发光 闻到香等等 生活也没什么变化 就是很平常很平常 明显点的变化是 脾气变好了些 不大容易发火了 还有就是 看到别人中大奖 我的情绪不受影响了 我的困惑是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诚心 所以才没有任何感觉 是不是我现在断恶修缮还不够勇猛 我有时会疑惑 没有信心 打 你可以观察农民种地 刚刚播种 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食好肥 浇好水 拔掉草 勤恳劳作 自自然然 就会出苗 成长 结出果实 到了秋天 就可以收获了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成佛需要三大阿僧奇解 我们修行 不要急于求成 不要急功尽力 要用平常心对待 乐在其中 常识熏修 问 从第一次打气到现在 两年多了 中间打过五次气 除了工作生活逐渐顺利 身心有所提高之外 实在没有什么收获 我感到迷茫与失望 每天 诵经 拜颤 念佛 只是机械地做这些事 生不起忏悔心 感恩心 真诚心 我觉得自己都麻木了 感受不到提高和进步 恶念和自私自利的念头 越来越重 根本控制不住 人变得越来越自私 冷漠 越来越饿 越来越坏了 请问 该如何面对和摆脱 这种状态 打 这是前进中的现象 其实已经在变化了 只是不明显而已 你想想 长征途中 两万五千里 很多时候 前进当中 周围的境况都是相似的 我们以为没有变化 其实早就变化了 坚持功课 同时每天学习 在实践中 感悟佛法 感悟自己 问 自从接触佛法 宋经忏悔以来 一切 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 越来越顺 反而更加不顺 反而生起了更多的恐怖心 这是为什么 如果 学佛是一种正信 那佛菩萨 为何不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信心与希望 如果 宋经忏悔是为了让冤亲债主得到超度 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善举 是一种为他们好的行为 为何冤亲债主 还是不放过我们 如果学佛以后更加不顺 那我们所做的有什么意义呢 我听说 有人因为念经之后的不好反应 而放弃念经 我自己也正处在这样的情况 已经有每天一步 变为几天一步 甚至不想再念 请原谅我以上所写 就当是我业障深重吧 但这些不好的现象 却又如此真实的存在 我继续念 却依然继续失望 甚至夜里被噩梦惊醒 如果这样 也许我该维持以前那种 不学佛的生活状态吧 打 你说得对 我们平时行为 思维都觉得无所谓 想干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 认为没事 真的没事吗 如果真的没事 为什么有些人会遇到病 遇到医院难以治疗的疾病 有些人遇到自然灾难 这是偶然的吗 我们平时无所谓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其实已经积累了无数的业力 这些业力 这些业力就是力量 将来必定会表现出来 沿着自己的规律 产生后果 学佛 学佛不是容易的 我们吃肉杀生 造成了对其他生灵的危害 他们就会有报复的心理 不向他们忏悔道歉 他们就不会接受我们的好意 即使多诵地葬经 他们也不会接受 这样效果就没有 甚至会打破原来的平衡 感受到负面的力量 身心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建议 首先要拜颤 真诚心道歉 然后诵经念佛超度 当然 不学佛 维持原来的生活 是完全可以的 学佛是自愿的事情 千万不要勉强 问 我患抑郁症多年 两年前有幸遇到六部曲 情绪稳定时 能正常做功课 受益多多 但是 抑郁症上来的时候 无法控制情绪 钻进一个事当中 就不能自拔 我的心病 是曾经杀生堕胎 每每想起 都悔恨不已 最近痛到心脏出了问题 我也知道应该多败颤 但怎么也钻不出这个虫尾 脑子好像不是自己的 就是迷糊 打 在业障包围中 要依靠佛力 自己突破出来 在能够做功课的时候 就要尽量做功课 拜颤 诵经 念佛 能够做什么 就做什么 能够做多少 就做多少 持之以恒 不断努力 一定可以出来的 问 我按六部曲 修行 近一年 刚打完精进七部酒 周围环境 没有明显变化 老公还是很反对我学佛 在家不能做功课 被监视着 每天只能偷偷做 很辛苦 周六周日也不自由 不能去供修 但是功课 无论多少 我一直坚持着 我发愿 死也要坚持 看到同修大量败颤 好处来了 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而我没机会败颤 是不是业障消除得慢 我也很想败颤 没有缘分 只能每天大量背诵 忏悔文 我很着急 很矛盾 心情时好时坏 有时委屈得偷偷哭 总想 我的好处 什么时候才能来 还要多长时间 还要多长时间 环境才能变化 打 不要着急 不要多想 老老实实的 心中默念 忏悔文 半天 半天心中默念地藏菩萨 半天心中默念阿弥陀佛 各自回向 只管耕耘 莫问前程 功夫到了 自然变化 问 我修六部曲近两年半 礼佛 以过一百一十万 我拜禅 一折很累 每天二十禅 也没有能够长期的稳定 最近一段时间 每禅放慢到十四五分钟 早晚个七禅 其中大多数还是蹲着拜的 力量不够 刚开始 用峨眉金顶十五分钟 拜颤录音拜时 曾经轻松了几天 但慢慢就失效了 念加持文也是这样 我的心情还算平静 知道自己业障顽固 要慢慢磨 请问 我该如何改变现状 打 你现在身心是解 由原来的黑暗 逐渐转变 渐渐变得灰色了 已经有极大的进步了 但是 还是处于不好的状态中 没有真正转变为 白净发亮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业力重 修行转变相对慢一些 业力轻 修行转变就快一些 但是 逐渐转变过来了以后 从黑暗转变为 洁净明亮了以后 身心逐渐 就会轻松愉快 身心世界和周围的环境 逐渐就会转变 开始变好 再进步 身心逐渐 经营剃透 慢慢往空的方向发展 就会感受到修行的美妙了 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的过程 这个过程 必须依靠佛力改变我们 所以坚持拜颤 诵经念佛 是最重要的 其次 自己也要克服困难 遵守五界十善 逐渐符合佛的教诲 转变身心世界 你说的对 认为自己业障顽固 要慢慢磨 这就是大家修行的秘诀 尤其这个 磨字 就是关键 我们同修 走在修行的这条路上 有走在前面的 有走在中间的 有走在后面的 有新加入的 有将来加入的 无论走到哪里 目标要明确 路途要正确 认识要清晰 在大家的互相帮助鼓励下 坚定地走下去 不要畏惧困难 不要疑惑动摇 难行 能行 难忍 能忍 克服惰性 精进修行 一定能够修行成功 尝到法胃 修成正果 问 我妈妈患肺癌和骨癌 每天做四五个小时的功课 癌细胞还在长大 现在化疗 难受到做不了功课了 请问我们该怎么办 我妈还有救吗 答 再困难 也要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 这是用佛力战胜业力 无论有救无救 都要自救 启念是谁 问 我把地藏经背得很熟 即使念头纷飞 嘴上也能不停背诵 有时六号很久才回过神来 究竟 这个背经的念头 是真的自我 还是那个思考 其他问题的念头 是真的自我 为什么会有两个 都清醒的意识 答 我们习惯了分别 意识分裂成无数个念头 形成业力 影响我们 我们修行念佛 就是要依靠佛力 逐渐消除业障 身心清静 将分裂的意识 逐渐回归于一 慢慢就不会有那么多念头了 问 我称恨心很重 还有杀人的想法 思想异常变态 邪恶 脑子里总有两种思想 一个正一个邪 每天都有一种绝望 不想活的感觉 非常痛苦 请问 这是冤亲债主附体吗 打 我们已经习惯了分别对错好坏 慢慢引导我们去做了很多对错好坏的事情 现在分别执着中无法脱身 佛教导我们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这就是修行的道路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就是修行的方法 每天坚持功课 依靠佛力消除业障 身心清静 遵守五戒十善 明了因果 逐渐转变 逐渐好转 常识训秀 常随佛学 五戒十善 问 我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刚刚打完七 能否给我详细地讲一下 到底如何在生活中应用五戒十善 也就是具体到一言一行的戒律 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吗 我想最起码要做个好人 打 我们在日常中会想说做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深口意义的活动 这些活动呢 会产生力量 影响我们的各个方面 会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如果没有原则的去想说做 有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力量 就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和后果 所以最好我们有个行为准则 按照这个准则去想说做 就不会产生负面的后果了 这个准则就是五戒十善 这是佛觉悟了 明白了自然原理了 告诉我们的 问 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 公司一直没付建筑商工钱 有三百多万 建筑商私下对我们说 如果我们把客户介绍给他 他会给我们正常收入八倍左右的回报 我家里最近有事需要钱 而且每次放生 我都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于是 我在地藏菩萨向前承诺 我背着公司做这件事 果报我一个人承担 金钱我不用一分 给妈妈一些 给急用钱的妹妹一些 余下的全都放生 放生数额可以达到一千或两千 这是我一直不敢想的数字 我和地藏菩萨说 果报我会受 只要把我的冤亲债主 抄拔到好的地方就好 我会在以后的日子精进修行 而且会在有能力时 修建地藏菩萨圣殿 这些都是我真实的 没有任何功利心的愿望 是真真切切的发心 请问 我这样做 正确吗 打 这样做 是不正确的 佛讲过 因地不真 果招愚屈 用违背戒律得来的钱 建寺庙的 这是侮辱佛菩萨 请不要这样做 我们挣钱多少 和我们过去是行善守戒有关 正是因为我们不守戒律 不行善 才感召现在是贫穷的恶果 如果我们再这么做 那就更贫穷了 要想使自己福德多 钱挣得多 那就要遵守五戒十善 多行善 都为别人着想 而不是相反 问 受了五戒的人 是不是起心动念 也算犯戒 比方说 我遇到了一件美好的事物 起了偷盗的心 但是最终我没有做出偷盗的行为 克制住了 这也算犯戒吗 打 五戒是指身口方面的戒 不包括意念上的 所以不算犯戒 但是我们要明白 修行关键是意 意不守住 意念不符合五戒十善 那身口方面也会受到影响 也会很难守戒的 我们要像于静义宫那样 要静义 这是修行的关键 问 我一心想借银 但却控制不住的 去看银会的东西 每次看完 又有悔意 有什么办法 能在银心将起时 将它打掉呢 打 这要靠平时 长期修行 消除业障 这就像家里 要每天清扫 不是长期积累垃圾 等到需要的时候 将垃圾扒拉一边 这是没用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是诸佛教 问 做生意时 为了应付客人 讲个一些假话 比如说 客人问我 进货价多少 我骗他说很高 其实不高 可是如果和他说实话 我又担心 他不买我的东西 我该如何处理 打 因果原理 告诉我们 应该讲真话 将来我们听到的 也是真话 问 感觉生活中 真正有用的话 并不多 说这些没多大用处的话 算是其语吗 我该怎么取舍 打 是的 没有意义的话 尽量少说 自己心中 默默念佛 习气难改 问 打气回来后两个月 我一直坚持 每天一惊三颤 身体好了很多 精神也好 脸上的斑 也慢慢地去掉很多 人变得越来越谦虚 但也体察到 自己身上的 很多坏习气 发现自己 好像是个罪恶的人 逐渐有点 不能接受自己了 很不开心 我该怎么做 打 发现问题 忏悔 改正就好 我们要相信 我们本具 清静如来得相 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 消除业障 身心清静 我们会成为 光明快乐的太阳 问 我修行两年多了 可是遇到对自己 不利的事情 还是觉得委屈 觉得不平衡 总爱抱怨 我心里明白 不应该这样 但是好像 不发泄出来 不把难听的话 说出来就不舒服 一吃亏 马上就不高兴 一点不顺心 都挂在脸上 明明知道这是错的 可就是控制不住 我该怎样走出困境 打 懂得佛法和做到佛法 是有巨大差距的 应该老老实实的 每天做功课 依靠佛力消除业障 转变身心 同时应该遵守五戒十善 明了因果 断恶行善 自尽其意 通过长期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 逐渐转变自己 熏陶自己 成就自己 问 我拜颤诵经快四个月了 可是对我看不惯的人和事 还会起称心 甚至当我老公有些事情做得不合我心时 我就非常恨他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打 修行是要向内看 要找自己的毛病缺点 要用五戒十善 观照自己 不要去看别人的毛病缺点 问 我看见美女 心生欢喜 看见丑陋女人 心生厌恶 看见富贵者 仰慕 看见贫穷者 唾弃 根本做不到平等对待众生 我特恨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我降服不住自己的心 心总是在浮动 虽然诵经会哭 忏悔时也哭 但是依然感觉自己的内心很刚强 很难软化 我该怎么做 打 这是我们累生累世 形成的习性 要慢慢改变 不要去降服自己的心 我们现在没有能力 这样做是没有效果的 要射心 将身心安放在功课上 拜颤 拜颤 诵经 念佛 逐渐改变 问 妒忌要怎么戒处 怎么改正 打 妒忌 是累生累世 积累的毛病习气 需要忏悔业障 修慈悲心 才能克服 建议你每天多拜颤 诵经念佛 同时将一切忍 看作自己的父母 兄弟 姐妹 长期熏悉 慢慢改变 问 看到男女师兄关系挺亲密 我就会去想 他们是不是不正当 是不是互相喜欢 总会猜测 控制自己好几次 也忏悔了好几次 但是都不管用 我知道 是自己饿 才会想别人也是这样的 我以前 从不相信男生 会无私地帮助女生 总觉得是有阴谋 所以有很强的防卫心理 有时候也觉得这样不好 就放开自己 去和男师兄交流 却又让人误会 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达 一方面 我们对待其他人 应该尊重轮场 尊重各自的关系 不要超越正常关系 产生错误 另一方面 应该努力修行 消除业障 遵守五戒 十善 所求 不遂 问 打气回来后 我一直坚持功课 虽然偶尔有过间断 但毕竟坚持下来了 可是我的孽缘 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任何希望都看不到 越败颤 越消业障 我们的感情就越深 越分不开 而他又顾及父母 不能有所举动 祈求地藏菩萨 加持已经几个月了 在这样的黑暗中 不知何时 才是出头之日 另外 我曾祈求地藏菩萨 捡我的寿 增加我母亲的寿命 可是母亲现在 被医生宣布放弃治疗了 我很着急 刚才 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帖子说 可以请阎罗王帮忙 我也想试试 这两件事 如同大山一样压着我 我活得很累 很辛苦 不想活了 你这是本末倒置了 所以很累 力量又达不到 所以痛苦 首先要修行 使自己生存 这是根本 身心逐渐健康 力量扩大 再影响周围 对于缘分 保持随缘态度为好 不要强求 对于母亲 她的寿命到了 就像人住在微旧的房子 应该搬家到新房子 这是人之常情 我们却拼命地挽留 使父母痛苦 恐怕是无知的举动 从私心 从私心出发 恐怕是自私的信念 你这恐怕是不务正业 要安安心心地修行 老老实实地做功课 问 我每天拜颤诵经 而且还把住院放生的功德 回向给冤亲债主 历代宗亲 可是病情 却比原来严重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 打 业障的积累 有个长期的过程 消除业障 同样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 坚持吃素 读诵地藏经 忏悔 放生 行善 念佛 就会逐渐消除业障 现在 业障还在发挥着作用 身体还在承受着业障的作用 病情的反应变好 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 坚持修行 积极配合医疗 共同作用 争取尽快受益 问 从母亲健康 到后来得肺癌 我为母亲诵经两年半 代母拜颤 也经常放生 母亲生病时没疼 她去世后四十九天内 我每天诵经五六部 放生 印经三万元 功德回向给母亲和她的冤亲债主 四十九天内 我梦见我带母亲去看病 梦见我给母亲半块红薯 还有半碗鸡蛋炒饭 但是四十九天后 我姐姐却梦见母亲要上吊 又梦见母亲向她要钱买房子 我孩子也梦见姥姥变成一条狗 这时我很难过 甚至怀疑佛法 我母亲心肠好 吃素并归一七八年 年轻时虽然杀过家里养的鸡 但不多 即便她业障重 我为她做的这些 也应该消除了她的一些业障吧 可她还是在恶道受苦 这和没人给她做功德 有什么区别呢 难道我为她所做的一切都白做了 这让我对佛法失去了信心 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打 自己吃饭 自己饱 自己因果 自己了 自己不真正的按照五届十善要求做到 不能够符合因果的要求 就会积累无恋无边的业障 家人帮助都是有益的 但是关键是本人的心 心若不转变 效果都是有限的 请看看达摩祖师和梁武帝的对话 问 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有太多的不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真的快被折磨得崩溃了 拜颤要达到多少才能改变呢 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是因为你不断地往水里丢石头 只要你不丢石头了 水波会慢慢平静下来的 问 我按六部曲修行 得到很多感应和利益 但最近两个孩子找工作 均出现一系列障碍 本该是理想的结果 但却因为一些外在的人为原因 导致不理想的结果 请问 是什么原因 打 家庭成员 有其自己的因果 因果图鉴说 自己吃饭 自己饱 自己因果 自己了 别人是很难代替的 请看看可许则许这本书 就明白了 神通感应 问 为什么说 学佛不能太在意感应 如果没有感应的话 我怎么知道自己 越来越亲近佛菩萨了呢 打 我们爬山 会看到周围的风景 这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 我们被周围的风景 吸引到骑路上 我们就会走弯路了 甚至会迷路 迷失方向 这是十分危险的 所以 修行有感应 是正常的 但是 不能追求感应 否则有可能 走上骑路 甚至迷路 落入线坑 就危险了 我们不追求感应 有了感应 不必在意 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 一直走下去就好 最后到了山顶 就成功了 问 如果总是梦到佛菩萨 甚至与佛菩萨交流 但是脸色很不好 话也少 反应慢 老走神 这是什么现象 该怎么走出来 打 这不是和佛菩萨交流 是冤亲债主的干扰 不要追求这些 不要在意梦境 要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 要理性修行 每天拜颤 诵经 念佛 将心放清静了 将每天的梦忘掉 这是走入魔境了 问 近期因婚姻不顺 导致烦恼很多 输顾了功课 午休时我做了个梦 非常清晰 梦见房间桌子上 有一个纸袋子 发出了声音 我从床上坐起来 问谁 袋子说 是我呀 不知为什么 我突然问 是佛祖吗 袋子默认了 然后我又问 我还应该跟他 一起生活吗 袋子的答话 我听不清楚 但感觉是 应允我 离开他 之后我有点迷茫 想确认一下就问 真的是佛祖吗 您能证明给我看吗 之后 袋子飞出窗外 在天上放出大光明云 发出闪闪金色 显出佛祖的形象 我太激动了 这是我第一次梦见佛祖 如此真实的显现 打 不必在意 不必追求 不要着相 这样追求 是非常危险的 佛在《金刚经》里说过 若以色剑我 以阴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要如理如法地修行 问 我最近带动朋友 念地藏经 他从没念过 但他第一次听我念经 就闻到了浓郁的花香 后来还有一次 他闻到一种 无法忍受的恶臭 请问 我在念 他只是听 为什么他会有 那么大的感应 我已经念地藏经 近五十遍了 为什么我始终 没什么感应 打 每个人的缘分不同 读经的感受也不同 只要读诵地藏经 就会有效果 无论有感应 或者没有感应 感应并不重要 也不必执着于感应 老老实实 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就好 问 由于男朋友工作不顺利 我一直寄钱给他 最近他向我借几万块钱 佛说不能有分别心 要散财 要帮助别人 可是我家境也不富裕 所以我一再犹豫 结果昨天晚上做梦 梦见我以前堕胎的孩子 他说如果我再丢掉一万块 他就去投胎 不再纠缠我了 我醒后感觉很真实 我读经才两个月不到 吃素 放生 忏悔都在做 难道 散财 真的能化解孩子的怨恨吗 打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去帮助别人 而不是无原则的去做 也要小心上当受骗 我们提倡日行一善 大家可以做一些 自己了解 可以把握 真正能够落到实地 使人受益的事情 而且一定要量力而为 平时多做 积小善为大善 天长日久 命运就改变了 请看看了凡四讯 问 梦境变好 是否代表 业障消除 身心清安 梦境的好坏 与能否往生 有必然联系吗 打 我们的身心状况 可以变现在梦境 所以 勤修 戒定 会 熄灭 贪嗔痴 可以改变我们的身心状况 也可以改变梦境 我们逐渐地遵守五戒十善 每天坚持功课 净化自己的身心 逐渐 就会达到 往生极乐世界的标准 将来往生啊 就会水到渠成 问 最近一两个月 我发现 只要我把注意力 放在某人身上 或者集中意念 去想某个人的话 这个人的情绪变化 就会像 投入水中的倒影一样 投到我的心上 不需要面对面 这时 如果我足够冷静 我会像旁观者一样 最大程度 不为所扰 但是当我不够冷静 或者自己心乱时 对方的感受就会影响我 对方烦恼 我烦恼 对方称恨 我称恨 这种经常受别人情绪影响的状态 该怎么处理 打 我们修行 逐渐身心清静 身心慢慢就像一个大圆镜 可以映照周围 这时应该不思善 不思恶 身心清静 老实念佛 不必在意这些现象 因为这是修行的过程 将来都会达到的境界 问 按六部曲 坚持修行 能否开天眼 答 不去追求这些 毫无用处 要转心 这是根本 我想出家 问 我今年三十岁 已婚 但没有小孩 我学佛一年多了 学佛以来一直想出家 确实有点看破人生 所以产生强烈的学佛心和出家心 甚至想以佛学为终身事业 我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一年多来 我出家未成 主要原因是父母 我父母快七十岁了 他们一直反对我出家 我担心自己一味固执地出家 会给老人带来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 可能要等父母百年后 我出家的姻缘才成熟 但我又怕有孩子后出家 会造成抛弃离子的现象 对妻子和孩子 会造成伤害 所以我现在很矛盾 好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样 尤其现在妻子逼着我要小孩时 我就更矛盾 就在这矛盾之时 我接触到地藏期 我现在想把所有财产都给妻子 等于与妻子了了缘分 然后我长期在地藏期做义工 这样既可以修学 还可以把佛法和世间法结合起来 孝敬父母 尽了对父母的孝心 等他们百年之后 我再出家 我这样打算可以吗 打 出家并不是目的 目的是修行成就 往生西方 最后成佛 何必执着于出家呢 安心工作 安心家庭生活 安心修行 照顾好父母 满足妻子的愿望 要个小孩 空余时间修行就好 把心安静下来 不要癫狂 问 出家学佛 不是更好吗 打 现在人心浮气躁 哪里有大毅力 大决心 放下一切 真正修行 往往是东跑西走 一事无成 引起周围不安 按照佛的教诲 明了因果 遵守五戒十善 真正按照佛的教诲 去做到 就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问 我罪不可恕 旧业未了 又添新业 在五欲六成中 不停地造业 我想出家 我觉得只有出家 才能抵得过罪恶 为什么会有宇宙 为什么会有轮回 为什么会有意识 极乐世界的那一端 是什么国度 想到头痛 想不到答案 祈求佛菩萨给我机缘 让我出家 修行悟道吧 打 心弱不安 一切不安 老老实实修行吧 不要乱想 世界末日 问 去年 学弟子归时 认识一位义工 今天和他通电话 他告诉我 2012年有大灾难 要精进修行 请问 一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灾难 该如何修行 二 听了他的话 我都没心思谈对象了 我想 过了2012年再说吧 可是 要是没有灾难 到那个时候 我都28岁了 这么大的女孩子 还没有对象 我怕周边人笑话 怕父母着急 我该怎么办呢 打 一 安心修行 安心工作 安心生活 不要被外面的风言风语 扰乱了自己的心 二 该干嘛就干嘛 安心修行 随缘斗日 问 我听说 有不少师兄梦到世界末日 地震海啸 既然这个世界没多少时间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放下工作 一心去打佛妻 做义工 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都用在修行上 打 我们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事 微脆不实 时时刻刻都在变迁 世界末日的说法是胡扯 我们应该有正确的佛教观念 明聊因果 遵守五戒 实善 从自己做起 承担起工作 生活 学习的责任 老老实实修行 逐渐消除业障 积累福德 改变命运 为将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做好准备 问 家人叫我考证 但我不想占用业余时间 我认为有时间就应该做功课 都快到2012了 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我这样想对不对 打 安心修行 安心生活 正常工作 佛法是让我们安定 不是让我们执着偏激 问 深圳目前有上万只青蛙 到处跑 搬家 有人说这是地震的标志 另外 大家都说 全球进入危险期了 这样的话 怀了宝宝 岂不是害了宝宝 宝宝来到世上会受苦啊 我迷茫了 打 心平则世界平 夜宵自平安 关键在自己 明了因果 遵守五戒十善 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 改变自己 有关键 打 我迷茫孔的 粉插